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的话题是中国的以物易物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成效不佳 因为中产阶级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 尽管汽车和家电的以物易物补贴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类似的房地产计划却进展缓慢 中产阶级家庭普遍更喜欢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对于增加债务购买新房持谨慎态度 这使得政府希望通过这些计划来刺激经济的愿景面临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本期特别节目六度解析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最新推出的已就换新计划 特别是其在房产市场上的应用 我们的主要参考文章来自南华早报记者 他为我们带来了一线的报道和深入的分析 在上个月广州高端餐厅老板金章走进一家电动车展厅时 销售人员告诉他如果他先卖掉就车 他就能获得8000元的补贴 这对他来说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提议 因为新能源汽车一直是他和朋友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卖掉了开了7年的奔驰 花费28万元购买了一辆蔚来汽车 然而当涉及到房产时 张表示他不愿意参与已就换新计划 他更愿意将房产卖掉换取现金 因为他的餐厅近年来一直亏损 需要现金流 而不是新的债务 这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复苏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尽管消费补贴在汽车市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在房产市场上的推广却面临重重阻力 自4月下旬推出以来 全国已有超过4万份已就换新补贴申请 其中大部分用于更换新能源汽车 2024年1月至5月的汽车销售同比增长11.1% 达到1061万辆 而新能源汽车销售更是猛增32.3% 达到294万辆 为进一步推动这一计划 中国财政部在5月28日宣布将在投资64亿元 提供汽车已就换新补贴 然而尽管政府对这一计划寄予厚望 一些分析师警告称 中国中产阶级的冷淡态度可能使这一计划面临失败 大多数中产家庭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 他们对未来的就业和收入前景持谨慎态度 同时也担心增加债务 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债务已经从2008年底的17.9%上升到2024年3月底的64% 而地方政府的债务也从10.9%上升到32.8% 不仅如此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面临严重的供应过剩问题 尽管有些地方政府鼓励居民将现有房产卖给国有企业换取新房 但许多人还是选择观望 以江苏省泰仓市为例 当地政府鼓励居民将现有房产卖给国有企业 但最终只有少数居民参与了这一计划 不仅如此 当地政府的财政能力也备受质疑 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 当地政府设定了1万个单位的目标 预计花费约100亿元 然而 负责这一计划的郑州城市发展集团 截至2023年9月底的负债高达1185亿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4年4月 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同比下降3.1% 这说明房地产市场依然疲软 很多家庭对未来房价的进一步下跌 持观望态度 谈到原因 许多中国家庭对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感到不安 失去了对消费和投资的信心 特别是在第三和第四线城市 住房库存巨大 愿意增加债务购买新房的家庭数量极少 从表面上看 中国家庭储蓄率不断上升 从2018年的71.6万亿元 增加到2023年的136.9万亿元 显示出绝大多数居民 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 根据四川省成都市西南财经大学上个月发布的季度调查 只有6.8%的家庭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买房 而20.1%的家庭则持观望态度 调查结果表明 中国的中产阶级或富裕家庭 虽然是已就换新计划的主要目标群体 但他们也面临着住房债务和收入下降的巨大压力 接下来我们将从多个角度对这一计划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从经济背景来看 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挑战不容小觑 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地方政府债务的高企 以及外部出口订单的减少 使得中国急需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 而已就换新计划正式试图通过自己消费来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从居民的消费心理来看 当前中产阶级的消费意愿较低 他们更倾向于储蓄而非增加债务 这一趋势表明 尽管政府推出了各种刺激措施 但要真正激发消费热情 可能需要更为精准和有力的政策支持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高企的地方债务使得许多地方政府 在推行这一计划时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 例如郑州城市发展集团的巨额负债 使得其在推行这一计划时面临巨大挑战 此外 从市场供需关系来看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供应过剩问题依然严峻 尽管政府试图通过已就换新计划来减少库存 但市场需求的不足 使得这一计划的效果大打折扣 最后 从政策效果来看 尽管已就换新计划在汽车市场上 取得了一定成功 但在房产市场上的效果尚需观察 中产阶级对增加债务的抵触情绪 以及对未来房价进一步下跌的担忧 使得这一计划在短期内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综上所述 中国已就换新计划在房产市场上的推广 面临诸多挑战 尽管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刺激消费 但要真正达到预期效果 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政策调整和支持 感谢您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六度解析 我是您的主持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News breaks Buzz the ground Stories spitballs come down Voices merge in the cell Faces mix in the crowd Broadcasters paint the scene World events on our screen Every look at different themes Words collide in the stream Six degrees connect the dots Blackboard stories hold the nuts Give the voices rise a lot Truth unfails in every spot Cultures clash across the globe Spin the threads in a strobe Every story wears a robe Truth and lies in their code Journalistic real deep Secrets that they don't see Every angle they repeat In the news we take a leap New perspectives day by day Hidden truths come to play In the background shades of grey Every story finds its way Interstanders be my day Intros come to play All tour standards be my day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